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不相信还可恶 他是相信那个负面 我不相信你和我怀疑你 你们说哪个重 我不相信你会干好事 和我怀疑你干坏事 所以疑是一种非常阴寒负面的想法 怎么办呢 碰到这种人 还有一种表现 肝气虚的表现是 噩梦气上冲心 噩梦 很多人 睡不好觉 一闭眼往是噩梦 最近我又攒了那么十几粒 这个做梦的这种病例 我有个肝炎的病人 就是那大山羊 整个肚子里面全是瘀血 全是瘀血 寒也特别重 然后我就用这个活血药给散吧 他老梦他死去的奶奶 老是梦见死去奶奶 后来我说那你从小跟奶奶长大感情深 那你奶奶死了以后买哪 他说买在一个公墓了 我说那你不去给烧点纸 他说我身体不好啊 人家说不要去坟地 我说他说你奶奶你还是去吧 烧点纸把这事就了了 他老做一个是梦见死去奶奶 老问他会怎么样啊 玩来吧 上礼拜他来了 我说下次他问你说奶奶我挺好 你别惦记我了 另外他老做的梦啊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人怎么得的肝炎 他从小胆子偏小 胆子偏小我们说了恐吗 干气就不足 但是呢小时候他们小伙伴都去下防空洞 胆子大的人 是吧 气血足的人下防空洞没事 就底下那种阴冷潮湿那个气对他不胜影响 他本来胆子小 但是呢碍于情念 不愿意说让人说我这个男人我胆小 就跟着下 下起以后就不舒服 回来就烧 烧完以后一查说是干盐 其实干盐满天在飘 只不过呢 你这么一惊吓给他 闹了一个生长环境 他老做的梦 以前我给他慢慢越制越好 越制越好 他以前做的梦是什么 梦见蛇咬他 梦见什么老虎吃人 现在慢慢做成什么 梦见他在旁边看老虎吃人 吃别人 然后呢 这次做了一个梦是梦见 以前老梦这个老鼠 特别大老鼠咬的 然后这次梦见大老鼠 把他胳膊吞进去了 然后他就拿手甩这个老鼠 站在楼上甩 把这个老鼠就给甩下去了 哎我说这不挺好吗 他说那老鼠没死了 我说你怎么没死 他说甩下楼他又跑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把他摔死就行了 所以这种噩梦 大家记住 都有生理和物质基础 随着他生理的改变 他的梦境也会改变 所以说梦是心头想 好像很虚无缥缈 其实不是 我给你们讲过 有些抑郁症的人 老梦见那种肮脏的厕所 下不去脚 慢慢心里面那种污浊 慢慢减轻 他这种梦就会减少 厕所就会越来越干净 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说了噩梦 还有个气上冲心 气上冲心 大家说 你气往上顶不是那个实症吗 怎么变成虚症了 这种气上冲心 中医称之为奔屯剂 或者蹄下剂 就是那种动脉主动脉弓在那蹦蹦蹦 什么意思 动用潜能了 而且呢 还有什么 汗出头目炫 眼前发黑 这是虚症 一站起来 喷 晕倒了 低血压 头目发黑 这都是目炫 用的方子叫补肝汤 我们先系一个小补肝汤 刚才有同学上来说 你别讲药材了 跟我们讲这个食材吧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你们厨房里有的食材 我先搭好架子 ABCD 然后你们去填控 那A是可以取代的 那我家里没有纸壳 我放点柠檬行不行 对不对 我家里没有白勺 我浇勺醋行不行 对吧 就是可以替坏 你们先把这个架子 我先给你们搭起来 来看一下小补肝汤啊 第一味药 桂皮 肉桂 家里有没 有 沙含论说的是桂枝 这桂枝不是那个 现在我们用的小枝叉 因为它是用厚的桂皮 而且把表层的那层皮给刮掉 肉桂 均 肉桂这位药是红色的 姓温的 姓是心的 而且你仔细尝一下 这肉桂还有点甜味 这是补肝 气补肝 血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它的尘药 用的是干姜 干姜 干姜 如果家里没有干姜 怎么办 用点生姜 是吧 用点生姜 干姜呢 要比生姜要热 要热 这是君臣 左呢 记住啊 味道很重要 寒热不重要 左药应该用酸味药 阴影用的是五味子 五味子 五味子 本身有五个味 但是你们尝一下 它主要的味道 还是酸味 五味子 这个药 大家都可能有印象 在肝炎那会儿 以前肝炎流行 那段时间 西医 从五味子里面 提取一个什么什么 有效成分 来治所有的肝炎 它就发现 这个五味子 有这个什么 降转氨酶的作用 转氨酶是什么呢 就是说 肝细胞破坏以后 本来在细胞里面 存的那个酶就会出来 我们所以查 转氨酶能看到 它肝脏肝细胞的 破坏程度 但是西医 就是这种一根筋的思维 它不管寒热 虚实都用五味子 那中医呢 一定要对症 所以呢 五味子不是所有的肝炎都能用的 后来 日本人学商寒论 学了一个小柴胡汤 就拿小柴胡汤去治所有的肝炎 最后就导致什么 很多人出现药物中毒 然后这整个这个制药厂全部倒闭 为什么 还是李云龙那句话 他们学到的是皮毛 对吧 他们学到的是皮毛 他们没有学到他这个真正的用药的根本 我今天讲的就是用药的根本 一定要先变病人的寒热虚实 然后你再去调药的味道 达到一种补屑的这么一个效果 五味子 然后呢最后一味药使药呢 大枣 大枣啥味道 大红枣儿甜又香 吃一口黄莲吃一口糖 王贵取了李香香 记这个没 是吧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讲那个中安民大讲堂的时候说 女人三十五岁 杨明脉衰 面屎娇 发屎舵 怎么办 姜枣茶 其实根从哪来的 从这来的 所以一个心 一个肝 所以它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所以这个药呢 一共四味 君臣着实 非常明白 特别是有一种人啊 我在病例中写了 就是有些人饿得起来 就好像胃里面出一个窟窿 这种人就要除了补脾胃之气 还要加点补心气的药物 所以这种枣 枣的用 一个是枣药切开 枣药去糊 我们现在都整一个枣 呼伦吞枣放进去了 不对的 这是我们说的补干的汤 那么再说一下 大补干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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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干气需到一定程度了 这人恐惧观 什么叫恐惧观 这种恐惧观 特别在晚上表现特别明显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人的肝肠血 血舍魂 这些人的魂魄 没有地方待 所以他老魂魄在外面飘着 所以他老关灯啊 不是开灯啊 关窗户啊 躲在墙角里塞康啊 这都是一只干气需的 极致一个表现 还有一种 有人会出现气往上顶 打那种特别响亮的空格 他不是吃饱了 打的格 甚至还会人出现心慌心跳 我们就是说自觉心跳 叫心悸 这方子呢 就以小补干汤为基础 加入了一些 加入了一些重症的药物 加入了一些 降溺脂欧的药物 比如说带者石 带者石 红色的矿物药 含铁 还有个悬腹花 如果碰到这种肝病特别重的人 就要加一些猪肝 羊肝 这些药物 悬腹花 悬是 凯旋的旋 腹是那种 腹盆子的腹 就是覆盖的腹 旋腹花 这叫何方啊 以后我们会讲的更多 对 何方 俩军俩臣 就是说 我们是冲着两个目标去的 冲着两个目标去的 一个是补干的 或者须得补其母 用补肾的 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 打空格 打空格我们叫义 义气 心里面特别空 特空虚那种感觉 其实我说了都是胃病 最后影响到心病了 这时候我一般还是要加点补腥气的药 比如说 百合 加点百合 先搭架子 先搭架子 就军神所指 咱们分清楚 下次课呢 我们会把各种食材都放进去 那么肝病我们就讲这么多 下面讲一下心病 心病 心病呢 汤叶经法非常的精道 他把心病分成心包病和心病 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所以读到这些书上就感觉到古人太伟大了 太伟大 但是心病的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因为它同属于五行里面的火 但是它不一样在哪呢 用药的那种浮沉清浊不一样 一般浊沉的是入心 清浮的是入心包 那我们看一下心病的辩证 皇帝内经说 心气虚则悲 我觉得大家用的不是很准确 应该叫I 心气虚则I 那心气实呢 心气实则喜笑不休 昨天翠里风跟我抄发 那个杨旭又来了 电位 还记得杨旭吗 那黑脸女孩 对啊 什么住密运 东北 你不是还说一句就是传说中的杨旭吗 我马上踹你一脚 别瞎说 这孩子 这孩子是 就是属于那个爆养 爆养以后呢 爹妈又生了孩子 就是这夫妇俩不育吗 哎死心了 抱一孩子 往往这样一抱完马上怀孕 因为那个心火下去了 结果有了自己孩子 这个爆养孩子 他就有隔阂了 互相有隔阂 他认为他不好 他认为他不好 结果这孩子就出现抑郁 后一段时间 而且这孩子经常挨打 昨天来了以后 我是一进办公室之前 我一看他靠在那墙上 在那自个说话 哎给我吓的 我说你怎么这样 这个李敖写 他在监狱里面写回忆录 他说过 坐监狱的人 一看自己自言自语 别人看他自言自语 他自己不觉的时候 这个人就快疯了 就快 快马上就出神了 这会儿如果有个人提醒一下 纠正一下 活会时还有救 另外这孩子看病的时候 不停地在笑 崔丽丰呢 是不是 还不停地在笑 给我肾呢 然后我就用了一些 我给他开药 我唯一用了十六个药 平常我开房 你们都见过 也就十二个药 有的就八个药 昨天给他开了十六个药 谢谢心火 就叫心里面堵上东西了 心气实则 喜笑不休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 蹬高而歌 气一而走 裸奔呢 世界杯 世界杯裸奔的很多 来站往下走 心食病的人 心胸内痛 这是一种阴寒的东西 心胸内痛 而且呢 最典型的特点 就在后肩胛骨这儿 放射痛 我们讲心书和绝音书都在哪 都在上背 肩胛骨边上 心胞 绝音书在第四胸椎 急凸下 旁开一点五寸 心书在第五胸椎 急凸下 旁开一点五寸 所以心病 食病的人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 所谓的冠心病 什么叫冠心病 冠状动脉 周样 硬化型心脏病 就是说 心脏它干活 心脏本身也得吃喝拉撒 是吧 你有一只专门的动脉 在供心脏用 这个动脉 像个帽子一样 盖在这个心脏上 可是很多人 这个冠状动脉 出现了瘀血 也就是说 有了不该有的东西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心痛 而且这种心痛 会向后背放射 而且这种心痛 发作起来 有一种冰死感 一过去以后 这人觉得很可怕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两臂内痛 就沿着心包筋 我们看一下心包筋 到中指 心筋到小指 这两个手臂内侧 就疼得不行 这是实证 那么心气虚是什么呢 心气虚的人 首先觉得气短 不够用 很多人说气短 是什么 说是肺 其实不是肺 是他吸气吸不进去 而且有些人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肺心病 肺心病到最后结果 开始是肺 最后是心脏功能的衰竭 所以他气短 还有人去觉得心里面发空 心里面发空 前两天 来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 找我看你 他说 原来主持两档节目 没事 现在主持到第二档节目的时候 就气上不来了 气上不来了 我说你跟我一样 太贪了 我以前讲课 讲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以后 回家都喘不上气了 所以这种空啊 气特别空 还有呢 就是 我们经常说一个心肾相交 有些人觉得这儿和腰 后腰 就是有一种牵引着那种疼的感觉 说胸腹斜下与腰相隐而痛 有一种内在的牵扯感 如果心受了外邪的话呢 会出现心中痛 容易容易出现这种悲哀 或者是 有些人心脏病会突然砰 一头就栽倒了 其实这是心神的病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癫痫症 古人有句话 心不受邪 都是由心包带受邪 如果真是心受邪的话 那就是神明的散乱 基本上属于不可救药 但是我看现在的心病 心包病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怎么治呢 用经方调养 大家记住这句话 治心病 黄内经还有句话叫 损其心者调其盈味 我当时很早就知道这句话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弄 但是读了汤液经法以后 我就知道怎么用了 大家记住 心得再软 软 柔软的软 我后面写了一篇博客 我就说了嘛 心肠要软 心肠要热 这是有良心的表情 什么叫有良心 就是有一个健康的心脏和心神 心肠一硬 心肠一冷 这人肯定要得病 刚才我们讲 甘得再什么 甘得再散 所以很多人说 我克制压抑 这个这个 无欲则刚 逼利千人 无欲则刚 什么 要制怒 错了 那种人将来的下场 都都把甘气伤得很厉害 所以甘得再散 心得再软 这其实应了我们那句话 叫什么 虚其心 拾其腐 要软 如果你心里面 拾了 就我们现在说 做大做强 变得刚 这人先玩玩的就是心 所以大家 有人说 哎呀 我 这人骗了我 这人出卖了我 但我恨不起来 这个人是个好人 恨不起来啊 你知道恨得 努多大劲吗 恨得 需要多少积累吗 凡是还恨在心的人 心肠都是硬和冷的 恨不起来的人 心肠都软 而且偏热 所以咱们争取 做一个恨不起来的人 那坏人怎么办 告诉你一句话 水虎说的 恶人自有 恶人魔 真的 来 说一下补心 恶人 大家记住 恶人自有 恶人魔 你别硬下心肠来 去跟某些人 去做斗争 即便你最后 把那人干掉了 但是你的后座力 也把自己弄坏了 所以大家 还是以一种 怜悯心 慈悲心 看待一些混蛋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 可恨之人 也必有可恨之处 可怜之处 都是都没有 所以心得再软 康叶金法说 以贤补之 以贤补之 以苦谢之 以苦谢之 如果你软了 塌塌起不来了 就是说 我有几个病人说 辞职了 不干了 加些几个月 我说你赶紧找工作 你一放松时间长了以后 就提不起来了 就是一滩软泥 这叫什么 心苦缓 你看人笑的时候 是干不了活的 你抬个东西 你一隔着他一笑 他马上第一件事 把那抬的东西扔掉 所以我们说乐 喜乐 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所以心 心气特足特高兴 那个状态是 干不了活的状态 如果你老处在那个状态 你就什么 假日综合征 那怎么办 即食酸以收之 这就我们说的君臣佐食 你要想补心的话 用什么 咸味药 泄心 用苦味 收心 酸味药 为什么夏天喝酸梅汤 出汗太多 流失 盐 多 然后呢 热烈 热情 洋溢 若有爱 在外 是吧 散的心神也多 晚上睡觉也少 是吧 晚睡早起 这夏天 那么 他的负面作用 就是让心神 散开 收不回来 我已经看 现在熬夜 看世界杯 好多人已经开始 闹毛病 好几个还是属于 重病的病人 还能熬夜 看世界杯的 关你什么事 所以要喝点酸梅汤 收一下 收一下他的心气 那么来 看一下 如果一个人仇恨太重 把心都闹硬了 怎么办 以苦泄汁 泄完了以后 让他回归到 那个柔软的状态 那么我们先说 泄心汤 泄心汤 商汉论里面 有很多泄心汤 半夏泄心汤 甘草泄心汤 大黄黄莲泄心汤 其实他都保持了 一饮汤戒经法的 很多遗迹 他给篡改了 来我们看一下 小泄心汤 治心中触急痛 这是我们治疗一种 惯心病 心里面 有雨血的人 心中触急痛 触就是那个冰足的足 心里面突然 出现了急性的痛 也就相当于现在这种 心脏病的发作 然后呢 上面顶 顶到胸阴 我们这儿有个穴位 叫阴窗 义愤填阴的阴 就是这儿憋的话 憋到胸上面 然后串到后背 这些都是冠心病的 发作的一些症状 而且这种人 有个表现 就是发作的时候 不能吃东西 吃完以后 病情加剧 有很多惯心病的人 是吃完饭 或者吃饱饭以后 诱发发病 所以很多人说 晚上饭少吃 压炕头饭少吃 尤其对老年人 那么怎么办呢 蟹心汤 蟹心汤怎么搭架子 苦味药 苦味药 君臣 然后加一个什么药 咸味药 这就是我那次讲课说到了 什么药最苦啊 黄莲不算苦 鱼胆也不算苦 最苦的莫过于爱 这是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 上大学的时候经常 卧心肠胆 念念这个苦 黄莲不算苦啊 比黄莲苦的是龙胆草 比龙胆草还苦的 就是那个导致 急性肾坏死的那个木通 苦味药 谢心 顾肾 顾到什么肾 把肾顾的 都尿不出来尿 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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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